感恩太阳宣的导师 感恩宇宙天地 感恩营运长 也非常的感恩 线上的所有的天地诗者们 大家好 我是玉冰 第一次开始的时候 其实玉冰就是 加入这个文案组 那其实在加入文案组的时候 我都觉得我的字体 种种的学习方面不是很会 那真的就觉得天地安排的 玉冰就有接受 那真的一次一次 就学习主持等等 就让自己突破了成长了 那真的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真的领悟非常的多 也非常的感恩 那成为因为你爱心天使的时候 一次就真的在 在跟随的过程当中 哇我觉得那个能量一直的上来 就在因为你还没有结束的时候 我突然接到了一个五位数的订单 其实这个顾客 其实就是要签单很久了 可是都没有成 可是就是在成为这个 因为你的爱心天使的时候 就成交了 我就觉得好感恩 就是其实真的在成为适者当中 小小的付出 可是天地给的礼物竟然是这么的大 我就真的非常的感恩 这次的突破与成长 那真的就是在成为适者的当中 其实从来没有想过 自己可以轻松自在的在家把家庭顾好 然后事业又可以长生 跟先生的关系 回到了甜蜜的时光 然后我就觉得 哇怎么在成为适者的当中 原来礼物这么多 其实玉冰的声音 就是去年疫情到现在 我其实都没有到店去上班 可是我每个月的收入 其实一直的在放备 那我真的就是轻松自在的在家 可以做超马事情 还可以把家庭经营好 这个就是来进入超马学习里的 很想期望的全方位付出 所以这个喜乐丰盛的人生 其实真的没有想到 可以发生在自己的身上 每次想到这一点 我就觉得甜蜜真的太爱我了 然后我就想着 原来我是这么的幸福 因为当成为适者当中 我真的就感受非常非常的多 很感到一次给玉冰新的任务 真的就是很不会 可是我从来就没有说 我不会就不学习 可是我就先接受 那真的先接受的时候 那就再突破一突破 老师常说 我们就一直要学习前进 不断的学习 不断的突破 那真的很感恩哦 可以成为这天地试者 为自己的人生开创美好的未来 祝福大家喜乐丰盛 幸福圆满 感恩